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没有电的话 也是可以考试 这应该是事情 应该要很完备的 周延的规划 从你考试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夸张 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啊 就是这样的话 会造成这1700多个学生的困扰 我相信他们应该 当下都会处理啦 只不过这种事情 应该要防范比较好 耍特权 护伤咆哮拒捕票 有钱人吧 对 就是耍特权 有钱有事的话 就可以乱 乱七八糟 所以 感觉很OK 人见自有天守啦 掐时间嘛 大橘子 台大 乔生起疏 毕竟是动物嘛 这样子 感觉很残忍 没必要对一个小动物 出这么重的手啊